某单位营长利用行政事务费买电视装在小寝室 酒价那么多竟然不办理退伍 有关于电视的部分 这个营长这个阶层 你说你要有一台电视 我是觉得还蛮容易的 那你如果说你连内寝都要一个电视的话 也是可以办到 我不认为说营长一定要用行政事务费去买电视 我自己担任队长的时候 我外面一台一定一台 对啊 我外面办公室也一台 我内勤也是一台 而且我的阶层还没有你那么高 我都可以有两台电视 我不知道营长为什么要用行政事务费去买电视 我们电视都用不完你知道吗 不然去问一下我们政战人员的宽乐器材 我们电视有多少 只有多没有少 对啊 只会一直扑扑扒下来 所以我觉得营长用行政事务费去买电视 这个是一个很白痴的做法 为什么 因为行政事务费是最好用的经费 它是没有磕子木的 你这个行政事务费应该是要好好运用在官兵身上 你怎么会独立自己 你怎么用行政事务费去买电视 然后让自己放在内请 供自己做使用 那你说你今天买行政事务费 是因为营集幕僚的办公室的电视坏了 所以你用行政事务费买一台给营集幕僚 在中午休息或晚上休息的时候 可以看个电视 那我给你一个大拇指 那结果你是为了买电视让自己更舒服 那请问这样合适吗 这个是有关经费之用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你身为一个营长 你要不到一台电视 我也是觉得很丢脸 好 营博长没有办法帮你搞一台吗 我们的政战官没有办法帮你搞一台吗 个连都有贪乐趣才 个连没有办法帮你弄到一台吗 我觉得你这个营长不如不要干了 这么弄不如不要干 你要一台电视有那么难吗 我如果在我的队上 我要三四台四五台五六台电视 我多么可以 是不是 所以都不要用一些相关的 我应该说不相关的经费 去买电视 那晚上如果你要看电视 你就在你的外勤 就是办公室 看到十点也没人会说什么 那你十点过后到寝室 大部分大家都跟老婆讲个电话 划个手机就要睡觉了 那你在内勤放电视是要办吗 对不对 当然我担任队长的时候 都是外面跟里面都有了 对啊 但是我觉得你当到营长的阶层 还要不到两台电视 我觉得是有点夸张 那可能你很烂 不然就是你人员很差 不然就是政战干部完全不理你 你这样你自己要好好检讨 我不允许你用行政事务费去买电视来图立自己 这是非常不恰当 非常非常烂的做法 你要自己请政战部门向上帮你申请 也是可以啊 你也可以说申请大台的电视 给营部联的官兵做使用 营部联中山市那台 搬进你房间 那我没有话讲 至少你帮营部联的官兵 争取到了一台大电视 那小的部分没有人用 你搬进你房间 我OK 但是你千万不要用行政事务费去买 太烂了啦 行政事务费很好用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用过行政事务费 我也曾经掌管过很多行政事务费 行政事务费是没有柯子木 你怎么问到用行政事务费去买电视 你也够了 而且去买电视这一点本来就是不对的嘛 我不相信营部长 没有办法跟女政战官要到几台电视 我不相信 女只有这么多款式的电视在做使用 我不相信 弄不到一台电视 对啊太夸张了 那表示你应该很烂 没有人想理你 不然怎么会弄不到一台电视 如果我以前要当 我以前当队长 你说要一台 我给你大队长一台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也常常给大队长东西啊 有一些不一定是营机才有的 我连机就没有 说不定我连机有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还撑给大队长东西呢 虽然他的整个这个训练经费比我多 但是有些东西这个很难讲 他也不一定比我丰富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员长的这个阶层 你还要去花行政事务费买电视的话 我是觉得有点夸张 有点夸张 一定是又如何连走私商业论 这个七星将军我说过很多次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寻相关的影片 谢谢大家 另外一个他特别提到说 酒驾那么多个都不办理退伍 这个我就又要讲到就是 你这会发生的酒驾案件 不管有没有造势 只要他被查获 他都应该要返还寄他两大过 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军的 酒后陈储规定的相关规范 直接要核定他两大过 那核定他两大过 并不代表他马上退 为什么 因为核定两大过 你只能说他的行政处分 有两大过这个处分 那有两大过这个处分之后 人事部门必须因为这个人 已次合于两大过的行政处分 要召开不适服管制会议 让他办理退除 这个是正常的作业规定 那很多单位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因为酒驾案 依然在军中服务的 在去年5月的时候 立法委员针对这个案子 有对国防部部长提出质疑 他调查的资料显示 在去年5月的时候 还有100多个人 因为酒驾案 但是却未办理退伍生效 那为什么有这些人呢 很正常 我刚才讲的 我刚才讲的 你只要替他两大过 并不代表他一定会被管制派成 你必须召开不适服管制会议之后 让他办理派成 再把这个整个会议的资料 上乘到陆军司令部 或各军司令部 司令部才知道 原来这个人因为酒驾案 要办理派成 那我司令部要赶快也召开不适服管制会议 确定的时候就要核定他的人令了 但是你如果是营局或履局的单位 没有召开不适服管制会议 把这个资料上乘到各军司令部的话 其实各军司令部是不知道有人酒驾要派出的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人也反映了说 他们营上酒驾那么多个 营长却没有让他们办理退伍 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刚才讲 你只要是两大过没有用 总部在线上可以知道他有两大过 但是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呈管制派出的 相关的文件上来司令部 他不知道 他也不会 我跟你讲 一个总部的人事官 你觉得他会有事没事去看全军 有没有人被计量大过吗 他不会 他都是由单位履局发公文 到我的这个司令部来 然后让我办理这个不适服的管制会议 然后把它弄成太厨 然后办法冷静下去 其实总部的长官他不知道 总部的人事官 不管是司令部或指挥部的人事官 他不知道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相怨 有这么多被反映的事件说 为什么很多单位有人酒后被惩处了 还不用派出 你想一想 他如果这样不用派出的话 以前的那些被派出的人员情何以堪呢 我看到很多很优秀的人员因为酒家案被派出 对啊 他们情何以堪 结果现在博尊近在还有一百多个人 因为酒家案目前还依然在部队服务 这叫其他人怎么看得下去 而且你这个银长银上还不止一个 按照他靠北长官上面的叙述应该是有三个 那你这个单位叫人家怎么看得起你 那是不是大家酒家就好了 反正银长又没在管 又不会太粗 所以这最有问题的是你银长都在乱搞啊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拿行政事务费去买电视 大概只有你干得出来 整个国金大概就只有你干得出来而已 很丢脸耶 没有办法跟上级要到经费 然后去办你各种事项 然后还要用行政事务费 这是最丢脸的 我以前都常常讲说 今天如果这个案子 这个申请案是预算可以做核销的 我绝对不会用我的行政事务费核销 我尽量都用各科室的预算来做核销 除非真的没有预算可以核销 我才会拿出我的行政事务费帮他做核销 我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 我的勤务部队有一个人要去受训 但是这个排长已经没有相关的费用可以支援 那这个排长就一个女生 东正理工正期学生班毕业的女排长 就来跟我讲说 我这边有没有办法帮他核销一下他的交通费跟物餐费 如果科室里面没有相关的经费 你也没有办法我来核销 最后就是我帮他 做申请核销有什么关系 用在官兵身上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是没有经费可以做核销的时候 我才会用我的行政事务费 所以行政事务费这种东西是很好用的 结果被你一个营长拿去买电视 如果部长听到他肯定会流下眼泪 太烂了啦 你不用经费去执行 你既然用行政事务费 你的水准也太低了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是希望这个营长了 你赶快归电 利用预算来购买你的这个电视 赶快把那些钱还你回去这个行政事务费 归电你会不会 不会没关系 叫你的行政叫你的育材师去弄 很简单 千万不要用行政事务费去买电视 很丢脸啦 整个国军我现在看就只有你做得出来 没有人在用行政事务费去买电视的啦 希望你好好检讨一下你的作业手法很粗糙 非常的粗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